美羊羊眼睛一带谁也不爱 实力变得非常强悍 看到她的表现 你甚至会很惊讶 她还是曾经那个柔弱的小羊嘛 以一己之力单挑草原三恶吧 他们随便哪一位都比美羊羊看起来要壮 可美羊羊没有怂 草原女神永不服输 一个字就是干 身形敏捷能几招灰太郎踢飞 让她体验了一把飞一般的感觉 美羊羊爱美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这天她做了一把小花伞 想要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大家都一脸期待地看着 突然一道闪电披中了美羊羊 受伤的美羊羊住院了 等她再次回来时 性格却发生巨大的变化 脸上还戴了一副机械眼镜 拥有了特殊能力 自带扫描功能 一眼就看穿喜羊羊送的礼物是恶作剧 费羊羊与美羊羊在森林散步 却遇上三恶霸搞事 费羊羊正一赶爆棚 想要教训他们 却被他们给揍了一顿 费羊羊一脸尴尬 美羊羊却拿着棒棒糖 直接塞进了野猪的嘴巴 当时大家都很惊讶 本以为美羊羊会被揍 没想到美羊羊武力压制了三恶霸 那种淡漠的眼神 一看就是大佬才能拥有的 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感觉 灰太郎出现想抓羊 美羊羊启动了功夫程序 直接把灰太郎给打败了 小羊们发现不对劲 美羊羊究竟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变化这么大 他们怀疑美羊羊是极蟹羊假扮的 半夜偷偷去看了看 发现美羊羊睡觉还得充电 或许真正的美羊羊还在羊村外 他们赶紧去寻找 而得知这一切的灰太郎制作了 机械美羊羊 想要以假乱真 果然成功骗过了小羊们 机械美羊羊被救回了羊村 可是面对两位美羊羊 他们也分不清谁是真的 但因为机械美羊羊的模仿太到位 导致他们将真美羊羊关了起来 有了这样的机会 机械美羊羊开始按照灰太郎的指令抓羊 小羊们很快就被抓住 他们大喊救命 听到呼救声的美羊羊冲了出来 轻松挣脱了绳索 他站在机械美羊羊面前一脸蔑视 很快他们就展开了激战 虽然灰太郎加大了力量 但还是不敌功夫美羊羊 被他轻松搞定 不过摘下眼睛的美羊羊又恢复了正常 你认为这样的美羊羊帅吗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喜欢的小伙伴就点个爱心鼓励一下吧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小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